176 今晚報 為自衛城市駕信息高速 2015年7月14日要文靈異本報信 記者孔令斌 根據本市近日出台的天津市推進自衛城市建設行動計劃 2015至2017年 本市將實施城市基礎設施智能化提升行動 推進寬大天津建設 為自衛城市建設駕起高效 快速、全覆蓋的信息高速路 根據計劃 本市將大力推進城市光纖寬大網絡建設 繼續優化3G網絡 加快建設4G網絡 進一步推動公共區域無線局域網的覆蓋 再重點公共區域新建10萬個無線訪問接入點 向市民免費提供以EyeShine Engine為標誌的無線局域網服務 到2017年,光纖網絡覆蓋全市所有用戶 所有家庭用戶及商務用戶 均備20兆比特每秒以上的寬大接入能力 4G網絡實現全景覆蓋 無線訪問接入點 達到20萬個 本市還將加快推進基礎電信網絡的升級改造 繼續實施光纖入戶工程 全部住宅用戶實現光纖導戶 全面推進廣播電視網絡雙向化升級改造 重點推動農村區域70萬戶有線電視的數字化 雙向化、信息化工程建設 到2017年,交互式網絡電視 業務發展到120萬戶 廣播電視網絡改造全部完成 高清活動電視用戶達到160萬戶 在智能交通方面 本市將建設綜合智能交通信息系統 打造互聯網加城市交通 推進北斗車聯網視點建設 開展智能泊車 公共交通行駛訊息引導視點應用 推進經進其全區域的公交一卡通 打造掌上公交 提供公交線路信息 換成方案 到站時間查詢等便值服務 打造掌上公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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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